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准备什么食材 那首先呢 我这里来先做一个食材的切割 有口感有嚼劲 先帮 新芭菇切好 再来就是要处理这鬼头刀的部分 这个鱼排其实都已经帮大家 先做一个前处理了 就是它已经有去刺了 然后呢已经把你分块已经分好了 那再来就是因为这个鱼肉它本身啊 你看它就厚度啊 比较厚 所以说你要有点口感不要切得太小块 不然你都在喷嚼的时候你会 可能会失去这个鱼肉的口感 中间这一块呢是雪盒的地方 那雪盒的地方一般我们都会把它取出来 那取出来在煮的时候整个这个鱼肉 才不会有一个雪的味道 那接着这个鱼肉的切割方法 因为本身要吃它的口感 所以你看这个那么厚对不对 所以你在切的时候不要切得太薄 不要切得像鱼片 因为我们必须搭配杏鲍菇 所以我们就大大块的给它切下去 好 好 再来呢这边要给鱼肉来点腌制的一个味道 第一个呢 我把酱油 那它先带一点颜色上去 再来呢还是要让它有点盐巴 带出这个鱼的一个鲜味 再来呢 就是米酒 再来就是胡椒粉 这里呢很重要就是稍微先把这个鱼肉 稍微拌均匀 好 花点时间让它腌制一下 待会大概差不多五分钟左右 这里呢姜跟蒜 这两个要先来做一个烹调 那基本上呢我们用一点黑麻油 下去 好 你看这上面的这个程度 已经稍微起毛边的感觉 蒜头一起放进来 如果这个三杯的味道要做得好吃 姜跟这个蒜头 这两个一定要把它炒到整个香气出来 那蒜头要炒到有金黄色的感觉就可以了 刚刚切的杏鲍菇也一起放进来 好 跟着这个麻油一起去炒香 好 这个都差不多金黄色了 我们就把这些 食材先放在盘子里面 待会来做烹调要使用 那这边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要来煎这个 来煎一下我们的鬼头刀 好 那这里也是带一点的麻油在里面 这里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粉啊千万不要抓到鱼肉里面 我们就是鱼肉腌好之后呢 然后呢就是这样一块一块的 那在煎鱼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着急 因为它毕竟它是整块都是蛋白质的鱼肉 所以只要煎到两面金黄色 夹下去的时候它蛋白质凝固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可以感受到这鱼是已经非常的这个 有这个熟的感觉了 那接着就赶快把煎好的这个鱼块 先把它取出来 那在家里煮这个三杯的酱汁又好吃呢 其实它有一个黄金饼 酱油呢大概是三份的量 那加上这个糖呢 糖是它的两份的量 然后再加上米酒 一份的米酒记得三二一 然后开锅子 然后将这个酱汁呢放进来 然后这边呢先让它稍微小小的熬煮一下 先把这酱汁慢慢煮开来 开始了它已经有这个泡泡出来了 这个里面有带点麻油油就下去了 饭来讲三杯要熟汁的话呢 我调整那个三杯酱汁的比例 这里面不能太多的水 你必须用糖跟酱油的浇化 让这个味道产生这个三杯的香气出来 好 这里呢我先放一点的九层塔叶 还有呢放一些辣椒进来 把它拌一下 那这边记得已经 汁已经快收干了对不对 可以熄火 将鱼块放进来 好快速的轻轻的拌一下就可以了 轻轻的拌一下 好来就给它起锅了 哇 再来呢我们就再放上一片新鲜的九层塔叶 好 就完成了今天这一道 三杯塔香 鬼头刀愉快了 上菜 其实鬼头刀呢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那如果你想在家里试做看看的话呢 去哪里买呢 在我们全国各地的渔会 还有 go fish买鱼去 你都可以买得到非常好 有优质的鬼头刀的鱼肉哦 回去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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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